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超級小隊啦 那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這次的冬季聖典啦 是從第一天就開始努力的給它弄起來 然後只剩下五個小時了 然後感覺很奇怪的地方是 就是破冰任務這邊啦 就是都少了一次的日常任務 跟兩次的每次挑戰寶箱 但是我基本上早就已經每一次都已經有拿了啦 應該是不可能是少了 不然我下一次再看看 應該是不可能少啦 因為我是這幾天都很努力的在弄的喔 所以少了一個日常寶箱的一個 然後跟我們這邊 然後它這邊鑽石扭曲要30次 再10次的話它才會給你一個石頭 那這邊這邊是有6551的綠寶石 我是想說就直接來買一下我們這邊的幣了 因為這個幣一次是200啦 那如果是6000多的話大概是可以買的 買個差不多26個或是幾個 然後現在來說1230的話呢 如果都有順利拿到的話 我們要2400好像也不是 也不是不行嗎 不知道我們就來 試試看一下看一下 這一次我們就這樣子試試看啦 反正總有一次嘛 對不對 總有一次 因為我覺得如果以我們這邊抽10抽 然後拿那個幣來弄的話 還不如我們這邊就是努力的 就是把它弄到2400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應該會比較划算 因為你2700的話 你基本上可以換成就是 出200的話大概可以換成10幾個這個硬幣 那硬幣的話裡面還有一大堆額外的東西可以去拿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會不錯的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弄一下 然後這個任務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這應該是這兩個應該也要給我這個幣的才對 這個我下次再注意一下 有可能真的是我遺漏了這樣子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看 究竟如果我們畫這個綠寶石 究竟6000多綠寶石 能不能讓你拿到一隻2400的這邊的這個 券券呢 因為它兌換上件是可以直接給你隨機一隻啦喔 所以這邊上我覺得 就還不錯喔 還是它這個 是否花費買隨機 對啊 隨機應該是這5隻隨機一隻吧 媽這如果給我 出到那一般角色 我媽把這遊戲刪掉 哈哈 應該不可能啦 好 我們在走起喔 這邊希望就是給我更多的這個 就是那個票券 因為它結束之後有可能會給你100張啦 拜託啦 來了 200個遊戲機幣 拜託給我票券 哇 這邊是10個這個票券很虧喔 然後走起 然後升到 本關結束 100個可以 NICE 還算是OK 至少100個人 然後50 50走起 50個 然後 這邊買一個 送一個 就加速你進到下一個啦 加速你到30個 好 可以 然後繼續買 哇 這個的話 因為它這邊是20個換石片 所以 這邊你當來說也是要換這個 來 然後這邊 有有有 30個 繼續 來來來 繼續走起 拜託給我更多 有 10個 跟10個 這邊差不多意思 直接來直接來 拜託給我更多 這就很虧啊 各位老哥 這個超虧的 拿這個蜂蜜跟這個根本就不知道幹嘛 哇 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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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10個這個 不在 我們現在剩多少 多少綠寶石了 剩4000多個啦 哇 很難捏 然後這邊是50個 50個其實是20張卷子 所以這邊我們要選藍色這邊 不要被騙了 不要被誤導了 通過 給我100 哇 30個這個 虧爛捏 感覺超難捏 對啊 我感覺很難捏 很難拿滿捏 我們現在才150捏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再拿一下這個鑽石 因為鑽石 兩個的話等於一個幣 30 選這個應該比較鑽 這個要計算過了你知道嗎 超級誇張 這個買這個 這可以再往上累積 OMG 超爛 我的天 感覺要打不成了 150張卷子 1500張啊 OMG 現在剩多少 剩3000多啦 感覺超浪費耶 我的天 是不是不該這樣子搞 完蛋了 我幾句 你也幾句 2400欸 感覺到不了欸 30個 完了 老哥 對啊 你看我們現在剩下 2531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1600 然後我們這邊再換 可以再換多少 換110個 17110 Holy Sia 感覺超級難 哇靠 1710欸 我的天 炙子好像不太行喔 好啦 花到底 花到底 超爛 我的天 真的是超爛 他不是每一個裡面都給你那個 保證的那個 而且你看這邊 還只能換10張 我的天 要哭死啦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下次的話我應該也不會 也不會用這個 因為真的太虧了 這真的是太虧了 這200個這樣子 我覺得去用其他的活動的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留給其他的活動會比較好 全部用完感覺也是幹不上去啦 這個幣超貴耶 對啊 你看 再100 拜託 給我100 12345 還要500耶 各位 我還要500 我只剩下681了 我真的是沒了 真的是沒了 所以 這個看起來的話呢 就不要輕易嘗試 這完全沒辦法 你看 1960 而且 這個最後最白癡是什麼 這個還會給你換掉 就是他 他沒辦法那個 你知道嗎 他沒辦法就是 他沒辦法直接給你那個 喔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子 好難過 我說真的 對啊 這樣很難過耶 你看這樣直接 直接沒了 因為他裡面的這個 一般的這個旗他也不會給你那個 所以 這一次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沒了 各位 極寂了 極寂了 各位 我們這次 啥都沒有了 我們只能升這個了 然後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子彈說拜拜了 這到底要怎麼達成啊 這個嗎 儲值 儲值這個然後直接給 是嗎 因為他儲值1好像1比1耶 對 他好像只要儲值1枚 1枚30幾塊 他就給你一個 好啦 這個這個沒辦法 所以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就 也是一樣 反正我們這個鑽石這些全部都是留給 就是活動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是 這個活動應該 就沒那麼適合了 我只能老實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活動你要 累積到2,400 你看我們是 這一次是把所有任務都解到 就是基本上 都有參加囉 然後你大概只能拿到1,200多 然後你再用6,000鑽石砸下去的話 你只能到這個1,960幾 所以這邊 應該是沒有辦法 再做什麼更多的這個 更多的這個嘗試了 好 那大概最後的話 我應該就是換這三個吧 1,200換這三個 然後再看一下 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可以換了 那這個就說拜拜了 所以這個活動基本上 沒花錢這個應該是拿不到的 所以我們就累積等掉其他個 這就算了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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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全部換掉 全部760換回來 這邊三十幾個 300多呢幹嘛 可以用這個吧 紫色裝備箱好不好 太慘了 真的好慘耶 而且你看我早知道我就不要那個 剛剛不要全部都給他換下去了 我給他換下去 然後現在又要全部換回來 有個白絲 這樣才380也不夠耶 也不夠耶 只有這個白色裝備箱了 好沒事 你就換回來吧 反正我們那個黃金的部分也不能幹嘛 哭哭難過 所以這一次我們大失策 各位我們這次大失策 所以 這邊如果大家最後如果要那個 就是大家如果最後要那個什麼 要 就是 要補一撲的話 這個 這個是不要 這個系列這個活動是不要花鑽石的 這個花了沒有意義啦好不好 因為這個花下去你也沒辦法強化 或幹嘛之類的 你就 就比較偏可惜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 你也不要直接拿 你也不要直接拿就是那個 直接拿綠寶石去抽角色 那也是很浪費很可惜的 所以目前來說 綠寶石最適合的活動大概就是 7日的那個環節 就像我們之前就是 寵物這個夥伴的這個部分 因為 這隻大地守護跟這個 烈焰龜啊 就是從那邊就是 白嫖到了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那像我們這一般的這些 冬季聖典活動的話就 換一天小了就好了 不要太去強求要拿到那個S級的 那個完全沒辦法 然後另外一個S狂那個就看你有沒有 有沒有想要抽 那個基本上 你可以 如果不抽的話 他送你的免費12張券 只是也是可以換成綠寶石的 然後綠寶石 還是推薦活動用一用 但是 這個祭典活動先不要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子啦 如果大家 真的很好運有換到這個2400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著分享一下你們的方法 好不好 那先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這邊 大家掰掰